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五地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期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高尾山位於東京都的八王子市 標高599公尺 雖然山不高 但他在日本人心中的名氣非常高 Bobbo覺得很像是陽明山 在台灣人心中的地位 這裡離東京市區沒有太遠 從新宿坐快車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到達 大 一下車之後就是登山口 不用轉巴士或是走路 所以地理位置真的十分的方便 上山的方式也很前行易動 你可以從八種不同的路線中選出一種最適合自己的路線 而大多數的路線單程一兩個小時之內就可以爬完 當然也有不同的難度 Bobbo建議上跟下爬不同的路線最好 那這次Bobbo跟朋友選的是道河山Course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就有單純想爬一下比較困難的路線挑戰自我 如果你的腳力不是很好的話 也可以搭乘纜車 會輕鬆很多 而且很省時間 一路上看到的風景也不錯 秋天可以看到紅葉 高尾山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商店街 有一些不錯的餐廳 大家可以爬山之前或爬山之後逛一下 那Bobbo這裡就不足足介紹了 那我們回到道河山Course 說實在話 鮑勃平常沒有爬山的習慣 心肺功能也沒有特別練習 但說實在話這個路線真的沒有很困難 平坦的地方也不少 可能有些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被樹根絆倒 聽說秋天的時候這個路線很適合看紅葉 然後路段上的幾個地方可以看到東京的城市風景 爬了一個多小時之後我們來到山頂 這裡的景色真的讓人心曠神怡 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遠眺富士山 如果肚子餓的話也可以來吃薯亭的山菜蕎麥麵 下山的時候我們沒有走Course 看看隨便亂繞可以找到什麼景點 我們首先經過了閉坊景點 於西院744年 聖武天皇夏立建立的高尾山藥王院 境內附近非常的寬廣 很適合花點時間走走 參拜一下位於大自然中的寺廟 參拜完藥王院往山下走後有點嘴殘 鮑寶買了現烤的味噌糰子 真的蠻好吃的 高尾山蠻厲害的地方是 整座山有四十幾個地方可以吃東西 邊爬山邊吃東西的感覺真的很不賴 我們繼續往山下走 還可以經過吊橋 以及瀑布等等的小景點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些小景點的指標 那這次高尾山的自然行程 就介紹到這邊囉 穿越市位於奇域縣西南部 人口大約35萬人左右 距離東京並不是很遠 從池袋坐東武東上線的快車 不過不用三十分鐘就可以到達穿越車站了 這裡是一個非常有歷史文化的都市 江戶時代是繁榮發展的穿越繁城下丁 所以也有小江戶的稱號 也是來東京旅遊非常重要的一個景點 這裡悠閒的逛街 大概半天到一天左右的時間就可以玩完的 我們選擇早點到穿越避開人潮比較好拍照 然後一路玩到太陽下山左右 我們大概七點半左右到達穿越車站 等等會吃早餐 所以先不要在車站附近買便利商店 我們穿過Korea Mode商店街 現在店也都還沒開 所以等等回程的時候再逛就好了 大概走二十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第一個觀光景點熊野神社 穿過第一個鳥居的時候可以走下健康步道腳底按摩 但請亮麗而為 這個神社於天鎮十八年設立 距今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主要是以求開運或結緣為主 今年還有個錢洗便財天 可以讓你洗個錢增加財運 熊野神社境內並不是很大 所以逛個二十分鐘即可 現在時間八點出頭 我們看到了花岡岩石板路 就只要來到了大正浪漫夢通 這裡的復古風情仿如進入時光隧道 回到了大正時代 很適合拍照 跟商店街一樣 趁現在比較少的人的時候拍照比較美 想要逛街的話 回程的時候可以再逛 我們慢慢一路散步到藏造老屋街道 吃個這裡的麵包百名店 穿越Bakery樂樂當早餐 日本國產小麥 天然酵母 無添加 成熟工 好吃 大家可以坐在室外催催風享受麵包 早點來穿越的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拜訪這裡的超有明星巴克 咖啡店外觀是類似江戶時代建築的設計 跟小江戶的其他建築非常搭 店裡面也融合了日本傳統以及現代的設計 黃光也帶給了一種溫暖的溫馨感 真的很推薦這家星巴克 對了大家知道鮑普也拍了東京的十四家有趣的星巴克嗎 大家也可以看看這部影片支持一下東條喔 在星巴克休息一下這裡的店家也漸漸的開門了 我們可以到旁邊1893連建造成的穿越地標十字鐘 拍拍照打開一下 我們步行至穿越藏造老屋街道 這裡的景色代表大家心目中穿越的樣貌 有一種回到過去的感覺 大家覺得這些漂亮的建築 就在江戶時期日文稱為藏的倉庫 是使用木材以及黏土墻建成的 建議在大馬路跟巷子中間亂晃 也可以吃當地的小點心 大概11點左右我們晃到了果子屋橫丁 這裡是明治時代初期就開始做韓國的販賣 現在這區總共20幾家賣糖果點心的店鋪 我們不論這區有沒有逛完都先吃個中餐吧 推薦這裡的知名烏龍麵百名店 手打五洞、長谷爪 除了帶有柔軟口感的烏龍麵本身 是利用複雜的方式手工製造出來以外 湯汁也是用日本產的高級素材製作 保證不添加化學調味料 Vanetoy Bagel 是穿越這一代非常知名的 Bagel店 最重要的小麥是白海道產的 吃起來非常的彈牙 但投資先也保持一定的柔軟度 如果一行人有了不想吃 Bagel當中餐的話 這裡也有提供不同種類的主食 吃完中餐大概一點半 我們從老街一路步行大概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冰川神社 神社本身有接近1500年的歷史 是一個知名的球鷹園聖地 大家可以花個300日幣來釣一下鯉魚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另一半 境內的繪馬隧道 以及夏天才有的風鈴回廊 也都滿適合拍照的 我們離開冰川神社 散步回到老街 大概是兩點半到三點左右 今天七點多就到穿越 應該有點累了吧 我們來到了文化財登陸的西洋建築 Art Café Elevado 用下午茶 享受一下悠閒不吵雜的環境 讓腳休息一下吧 今天的時間還滿充裕的 喝完下午茶 想繼續留在老街 或是往車站的方向走都可以 回車站的路上 大家可以悠閒地 換過大陣浪漫夢通 然後進去有 日本酒工廠改介而成的 伴手禮專賣店 小江戶葬禮 滿滿紀念品 最後再散步經過商店接CreaMall 看看有沒有沒買到的東西 那我們這次精彩的穿越行程 也圓滿結束囉 熱海市位於靖岡縣 人口約3萬人 雖然距離東京看起來沒有很近 但其實從品川搭乘新幹線 只需要40分鐘就到了 兩天一夜憂在住溫泉旅館是很棒 但沒有時間的話其實自駕遊一日也很不錯喔 我們大概早上8點半來到熱海 車站附近租個車 開個10分鐘內我們清淨點水 快速地看第一個景點 哈西利優 這裡與稻後溫泉 油馬溫泉 列為日本三大股泉之一 最近約有1300年的歷史了 雖然這裡沒有辦法泡湯 但可以看到溫泉源頭 然後走到一旁的足湯 邊泡腳邊看海 離開哈西利優大概9點半 開車10分鐘我們來到MOA美術館 剛好趕上開館時間 這裡是一個收藏眾多歷史文物的美術館 雕刻 書法 日本傳統畫作應有盡有 美術館本身是由世界知名建築事務所 新素材研究所 操刀設計 測試充分利用美麗的光照 讓作品表現出美感 從空間感十足的室內 看出外面可以看到美麗的大海 從室外觀賞建築本身也很棒 另外連接入口到美術館的200公尺電幅梯 以及電幅梯到底的直徑20公尺的萬華筒Project Mapping 也是不可錯過的精彩藝術品 在這裡還有點時間的話 可以去日式庭園散步 離開美術館大概11點半左右 我們開車不到10分鐘 到達萊公神社 這裡是熱海最知名的神社之一 大約有1300年的歷史 這裡是求福祈禱好運的神社 另外繞著高26公尺 周長24公尺 超過2000年樹齡的大張樹 走一圈可以延年益壽 現在時間大概12點半 中餐時間到囉 開車15分鐘內來到熱海的名店 熱海布丁食堂 這家不只只有賣布丁喔 也有正餐 正餐也是用布丁的重要食材 雞蛋所做的歐姆蛋 瞧瞧這個實在的蛋黃 會不會已經讓你開始獅子大動了呢 起司歐姆蛋 咖哩起司歐姆蛋 奶油名太子歐姆蛋都讚讚的 當然甜點布丁也很好吃 看看真的有夠實在 然後賣相也很好 適合IG打卡 對了 家電的戚封蛋糕也很不錯 難怪放假日永遠都有大牌長龍 慢慢吃完中餐 現在時間將近兩點 我們開車5分鐘左右來到了IG打卡殿堂 Akao Herb and Rose Garden 是一個有20萬平方公尺的花園 但園區最有名的就是世界知名設計師魏延武所設計的 Coreda House 咖啡店本身的設計就像是一棵樹一樣 然後四面都是用玻璃為主 坐在室內或室外吃個茶點 看看海放空一下吧 提到海 就不得不提一下花園內配上無敵海景的打卡設施 邦尼可以拍個下午 離開花園現在下午5點 不泡泡溫泉應該對不起自己吧 我們開車5分鐘來到Ocean Spa Fua 因為鮑勃取材的時間是冬天 所以天色已經暗了 但如果也是春天或秋天的時候來 現在正好是太陽下山的時間 在25公尺長的入天風呂 邊看海邊泡溫泉順便看日落 到了晚上的時候看的月亮更是浪漫 館內也有很多提供休憩的場所 晚餐就直接在那邊的餐廳享用吧 我們的熱海日遊也就這樣順利的結束囉 支付是位於其餘縣的西部 熱狗雖然只有6萬人 但面積達578平方公里 大概是台北市的兩倍大 是一個富含自然以及歷史景觀的城市 如果要玩得透徹可能需要兩天一夜 比方說去爬山風神社 或者春天的時候去陽山公園看知音 如果只有一天的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著作在長徑 以及致富市區的一部分 那我們就來看看如何夏日致富一致遊吧 我們大約早上8點抵達池袋車站 大家可以先吃完早餐 或是買個早餐在火車上吃 我們搭乘了2019年才 Debut的Laview特級電車 這台電車的特色是超大的玻璃 可以無遮蔽的看到窗外景色 以及寬廣且舒服的座位 搭乘一個半小時我們來到了西武致富站 接下來轉乘致富鐵道 大約20分鐘我們來到了上長徑 我們第一站來到了日本挫兵名店中的名店 阿佐美冷藏 驚奇本店 這家店在夏天的週末如果不早點來的話 可能就吃不到了 包括在10點開店後半個小時 10點半抵達 大概就已經排了快100人 但幸好是剉冰流動率比較高 所以不至於等太久 阿佐美冷藏開業已經130年了 這家店使用的冰是致富深山中的天然冰 所以口感綿密且細緻 搭配無食品添加物的自製沾醬 很多人跟鮑勃說日本的鮑冰為什麼料這麼少 鮑勃覺得是因為日本的鮑冰是以冰為主體 而料才是輔佐 當然不能讓料太強過冰的風光 真的推薦大家試試看日本的天然冰鮑冰 真的跟台灣的鮑冰不太一樣 吃完鮑冰之後暑氣全消了吧 我們利用這股氣勢散步30分鐘往長徑的方向走吧 我們沿著河岸的散步到邊走邊看看清澈的河流 大家也可以摸摸河水清涼一下 長徑最知名的景點就是它的岩碟 岩碟位於全長6公里的長徑溪谷中 與旁邊的岩壁是由大規模的地殼變動而來 形成壯麗的風景 在夏天的時候這裡是泛舟等等的水上活動的知名聖地 到達長徑站附近我們就要體驗一下長徑Like Daddy 沿著荒川來場3公里長約20分鐘的精彩沉船行程吧 我們選擇B路線會經過刺激的急流 與溪谷中岩石近距離的接觸 以及在平穩的河床上行駛 到達高砂橋我們乘坐免費的巴士回到長徑站 接下來就在車站周遭晃晃吧 長徑站的商店街有很多小吃 我們點了一個日本夏天常見的美食烤箱魚 雖然只有沾點鹽但真的風味十足 魚肉軟嫩而且基本上整隻都可以使用 魚刺也不會危險 從商店街往上走個15分鐘 我們可以拜訪這裡知名的寶登山神社 但廚中可以經過創業290年的日本老字號酒葬 藤崎總兵衛商店 長徑葬 這裡的清酒是使用奇遇縣當地的水跟米 大家可以買瓶當紀念瓶 寶登山神社創建1900年 現在神社內的建築是江戶時代至明治時期所建造 十分的有歷史 現在時間是下午4點左右 我們搭車到致富站晃晃吧 車站附近的翻廠多里鮑伯很喜歡 這裡有很多大正時代到昭和時代的歷史建築 喜歡拍照的人絕對不能錯過 我們來吃吃看創業約140年的和洋果子店 致富水戶物本店 看板商品奇奇不比 餅皮軟Q 加上甜而不膩的紅豆餡 真的好吃 如果喜歡神社的話 我們也可以散播到致富神社 這個神社也有千年的歷史 現存的本店也有400年的歷史 是其餘縣指定文化財 另外這裡每年12月的致富業績 也是局勢文明 找機會再來一次看看 如果兔子還有點小二的話 我們可以試看看時尚玩家 介紹過的串燒沈松當點心 這家店有特色的地方是店內有鐵道模型 可以邊看火車邊吃串燒 非常的有玩心 而且飲料食物價格相當便宜 一個人不到1000日幣就可以吃得很滿足喔 我們回到西武致富站 買回池袋車票吧 等車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在車站旁的商店 買些致富名產喔 如果剛剛串燒沒吃飽的話 回到池袋也可以去吃無敵夾 離西武池袋站很近 不順道過去吃對不起自己吧 那我們的精彩一日遊 就這樣子結束囉 橫須賀位於神奈川的東南湖 人口約40萬整 離觀光景點連藏很近 也離橫濱不遠 城市內的景點很分散 所以能夠有不同的玩法 我們這次著重於橫須賀的東邊 然後夜晚的時候就順路的方式去看看橫濱的夜景吧 我們大約上午9點半來到了普賀站 大約搭乘15分鐘的巴士 來到了觀音旗站 迎面而來的就是海景 好爽 大約步行5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了第一站 橫須賀美術館 橫須賀美術館是為了慶祝橫須賀市建立100年所建造的美術館 於2007年開館 自然以及藝術的合而為一 是美術館的特色 推薦大家到屋上廣場散步 看看玻璃的屋頂配上前方的海景 真的很不錯 如果天氣再好一點的話會更棒 從東京坐車到橫須後也不是很近 現在應該有點燒燒的疲乏吧 大家可以找個地方喝咖啡休息一下 最近水樓台的地方就是美術館的義式餐廳 阿克羅馬雷 也有提供咖啡跟甜點 爆破點提拉米蘇還不賴 搭配海景感覺甜點好吃程度提升5倍 離開橫須後的美術館 離開橫須後的美術館 我們回到剛剛的海水藝場附近 在縣立觀音崎公園散步一下吧 大家可以花個30分鐘左右 遠眺船隻使離大海 在森林漫步 以及拜訪日本第一座西式燈塔 觀音崎燈塔 現在時間接近中午12點 我們搭乘公車直接前往橫須後的市區 大約35分鐘左右可以到達 我們下車之後就前往我們的中餐 漢堡百米店Honeybee 由於橫須後接近美國的海軍基地 所以周邊有很多美式餐廳 而最有名的類型是漢堡 有一種說法是日本的漢堡 就是由河修舍所發跡的 我們選了餐廳Honeybee 已經一夜五十幾年了 跟許多指著重於配料的漢堡店不同 這家漢堡店的海軍漢堡 著重於肉本身的滋味 包伯點的超暴力海軍上將漢堡的重點 是稍微烤得焦香的漢堡肉 以及超級juicy的牛排 你看這個size直接把包伯的大冰臉擋住了 喜歡吃肉的朋友不能錯過 想要常常不滾口味的人 也可以試試看蜂蜜漢堡 吃完中餐之後 接近下午兩點 我們徒步十分鐘左右前往三立公園 我們來拜訪日本遺產三立號戰艦 三立號戰艦是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 聯合艦隊司令長官 東鄉平巴郎大將的作艦 戰艦本身於1899年 於英國動工 1900年11月8號完工下水 大家可以拜訪船上大部分的區域 有很多歷史文物 讓大家可以學學當地的歷史 參觀完三立號戰艦 我們前往無人島原島探險吧 我們搭乘觀光船 大約十分鐘看個海景來到了原島 原島是東京灣最大的自然無人島 從幕府末期到二戰 原島是東京灣的首都防衛據點 因此島上除了自然以外 更有特色的是藥塞 以及砲台等等的遺跡 花個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在原島走走散步拍拍照片吧 離開原島大概下午五點出頭 恆虛後的部分已經結束了 但整體行程並沒有結束 我們搭電車 四十分鐘左右 來到了橫濱的櫻木丁站 一下車我們就來試試看橫濱的 Yokohama Air Cabin 是一趟大約十分鐘的行程 帶你從櫻木丁站 一路坐到運河公園站 最高處是四十公尺左右 是一個你在平地上或是高樓上 都沒有辦法體會到的一種全新視角 大家來橫濱的話可以搭搭看喔 搭完攬車後 我們就在這裡散步 看夜景 順便覓食吧 晚餐就來吃這裡的壽喜燒米店荒景屋 這家店創業至今已經超過一百二十年了 基本上跟著橫濱的現代化一起成長 目前是由四代牧女將順子經營 Bobbo文點的經典看板料理牛鍋的湯汁 是由砂糖、酒、味醂、醬油所製作而成 主體牛肉是荒景屋嚴選的黑毛和牛 配上香菇、蔥、豆腐等等的配菜 稍微算一下牛肉後 加上生蛋汁 讓牛肉的口感變得更順口 除了食材以外 做壽語燒的道具 也是有職人精心挑捲 看起來高級又美觀 對整體的用餐體驗有很大的加分效果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以及加入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Bobbo跟Wen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